30集电视连续剧《东北抗日联军》即将登陆央视一套黄金党与观众见面 7月1日,该剧在北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 当天导演李文奇、协助演王洛勇、程泰深、刘薇薇等一众主创现身活动 该剧讲述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 东北人民奋起反击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对日斗争的故事 重温了罗登贤、杨静宇、赵上志、李肇林、汪雅臣等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中的杰出将领 该片通过独特的拍摄手法和细节渲染 对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形象再塑造 充分展示了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当年的风土人情 而除了戏中充满了真情与正意外 就连拍摄现场也是充满了友爱 我其实在想我们拍摄戏多容易啊 其实在现场里面真的稍微接近点抗恋战事的 第一是导演组,第二是摄影组 第三是服装道具这些人,再就是群众演员 我们这些演相对主要角色的,我们有车啊 我们演一圈,朗东行了,哗回去我们来喝点东西 就他们真的就在那儿 那天导演那一场卸下来之后 就突然一下把杨静女跟这帮群众演员和孩子们的距离一下就落进了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